为在水底乡的有机缘畜牧场 以运动的鸡最健康为概念 采用放牧的方式来饲养 加上独特的配方饲料 生产的鸡蛋没有腥味又具有香气 加上丰富的高蛋白 往往每天产量一出就被订购一空 现在带你一块来看看 我们家的骨鸡蛋就是要煎荷包蛋的话 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本身蛋白比较浓稠 所以就可以把四颗蛋都打在同一个碗 然后要煎的时候就全部这样倒下去 它就会自动分成四颗 对所以非常的方便 就是这与众不同的鸡蛋 打响有金源畜牧场的名声 畜牧场主人陈俊贤说 生产的鸡蛋是对消费者负责 也是自己很骄傲的地方 畜牧场的鸡不但听音乐 加上乳酸菌 姜黄 及配合的独特饰料 让它的孤鸡蛋一炮而红 我们的鸡蛋都在那里运动 所以它每天消耗热能比较多 我们还不能用抗生素 所以它的产道容易发扬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更大的困窑 所以我们都要用天然的东西 我就是用乳酸菌 姜黄 这种东西的东西给它保护 近年来独鸡蛋流窜 尤其是环境用药的普分里残留 造成消费者口慌 对此陈俊贤说 它让木鸡做鲨鱼 如此一来减少病种危害 也让木鸡吃鬼蒸草 帮助消化以及解盐 我们的治疗就是要单独 配我们的治疗 不能到一般的治疗 还是生产线兰之后会做 所以我们就是用空白线的治疗 我们也有送严 都没有问题 经过SGS的认证 在收尾检验的 零验出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是放木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没有打 施打抗生素 所以它这边每天就是 限量生产 那我们每天就是有 因为有限量 所以我们每天就基本上就是 也是谢谢亲和好友的介绍 那我们就是 基本上每天都是会被订完这样 畜牧场主人陈俊贤说 自己的放木鸡是良心事业 自己吃得健康 也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及美味 因此不定期自动检验可可证明 绝对无环境用药或动物用药残留 请消费者放心 也请大家假后到修宝 可在FB继续支持订购 任命品质保证的估计蛋 祝账 谢谢 祝账 您